他把男神的小蝌蚪,倒进了自己的身体里,凭借捡来的小雨伞,成功怀上了男神的孩子,可不曾想,男神却被做成了人形残勇,挂在了学校的篮球架上,尸体的惨状,令在场所有人都淡寒,浑身长满蛆虫,刚已割开表面的薄膜,里面就飞出了许多幺蛾子,这就是石宗最理的,娇皮人永慢。 时间2003年8月3日,地点北方某所高校内,一个青年驾驶的动力赛,正在低空飞行,当飞到一所高中上空的时候,被下方一个物体所吸引,直进学校天台废弃的篮球架上,挂着一个球状物体,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马蜂窝,当他睁大眼睛定睛一看,差点没把自己摔死,那个球状物体竟然是一具尸体。 被紧紧地绑在了篮球框上,薄膜外还用胶带缠绕了起来,湿水顺着胶带的缝气缓慢滑落,上面迷你妈妈,周边围满了苍蝇,法医将塑料薄膜剪开时,一股刺鼻的恶臭,如潮水般涌了出来。 不仅如此,尸体已经腐烂不堪,表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蛆虫,连两个眼窝里都是,甚至还飞出一堆黑色的大鹅子。 法医拿起衣服臭络的几只,发现是叶鹅,而叶鹅从虫用化鹅,一般需要5到7天,说明被害者已经死了将近一周的时间。 尸体结果显示,死者是一名16岁左右的男孩,扎着马尾便,上身赤裸,皮肤上有刀伤,还有殴打的痕迹,下身穿耐克运动短裤,脚踩阿迪达斯,一看就是个不差钱的主,烧鸡,钱包都还在,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。 粗略猜测,凶手应该是两人,一个在下面举着被害者,另一个在上面抓住他的辫子,将其绑在了篮球架上,长发辫子的男生,这个特征过于明显,全校只有一个,他就是李聪浩,是学校的校草,并且还是个富二代,父亲在当地附加一方,早早就为他安排好了前途,上完初中就去香港读高中,然后再去国外留学,让他住校主要是为了锻炼一下独立生活能力,免得到了香港不适应。 这样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智骄子,怎么会离奇死亡呢?通过调查走放,很快锁定了两个女生,一个是长相甜美的校花白冰雅,她是李聪浩的现任女友,一个则是李聪浩的,皇者追求者土肥远,人如其名,长得是又黑又土,又肥又远。 他疯狂地迷恋着李聪浩,每天不下百字的电话骚扰,但李聪浩都没有接,他甚至还在学校,高调宣传李聪浩就是他的老公,还花钱从李聪浩设有手里,买下他穿过的衣服。 哪怕是李聪浩吐掉的口香糖,时剩下的汉堡,他也会捡起来收藏,更甚至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把李聪浩堵在教室门口,强行地想要临住合一。 可怪就怪在,这样一个疯狂痴迷的追求者,却在李聪浩死后不为所动,这不得不让民警怀疑,土肥远是因爱生恨通下杀手。 而面对警方的询问,土肥远大喊冤枉,表示自己并不是不伤心,而是觉得李聪浩并没有死,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活在了我的身体里。 他表示自己现在怀孕了,孩子正是李聪浩的。 原来有一次土肥远跟踪,李聪浩和白冰雅两人,发现他们在宿舍探讨人体的奥秘,以时间又是羡慕又是嫉妒,便留在了外面厅墙角。 李聪浩完事后随手往窗外,扔了一包自己的小蝌蚪,里面还残留着鱼水,土肥远如火珍宝,本想一口吃掉,可突发奇下,这不就是劳工留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吗? 于是他立马返回宿舍,以一种奇怪的姿势,让李聪浩装在鱼伞里的鱼水,慢慢流进了自己的身体,后来还真奇迹般的怀上了。 警方震惊了半天,感叹现在的年轻人,为了追求爱情还真是疯狂,虽然这一系列的行为,让人十分的恶心变态。 但这也不能证明土肥远就是凶手,警方只好转向另一个突破点,那便是李聪浩的女友白冰雅,可就在此时,白冰雅被人发现在厕所伤掉了,乍一看到挺香是自杀的,可法医在尸检时却发现,其实他是被人给勒死的。 也就是说有人故意设计白冰雅自杀的假象,这倒是给警方提供了一条思路,原本以为是一起情杀案,可目前两个有情感瓜葛的女生,一个没有作案时间,一个直接死了。 那么基于李聪浩是富二代的身份,会不会是屠材害命呢?根据这条线索,警方开始着手调查,发现他的游戏装备全都不翼而飞了,大家一下就冒足了劲。 从李聪浩的游戏好友开始调查,不出所料,不翼而飞的装备和资源,全都出现在李聪浩的两个摄友,陈沧海和坏江的账号上,警方立刻逮捕了二人。 刚开始的两人还置之无无不肯承认,但当警方将一系列的证据甩在他们脸上时,他们终于崩溃了,原来他们俩本来就嫉妒李聪浩,长得又帅又有钱,还有一个笑话的女朋友,他们经常和李聪浩满同一款游戏。 但李聪浩是个富二代,那些装备说买就买,并且砸钱开箱,获得了全区第一的武器屠龙刀,游戏里有人开价到五十万,李聪浩都没有卖,陈沧海和坏江见钱掩开,不由得起了贪心,想将其占为己有。 这两人也是一场默契,不用多说便准备了匕首,塑料薄膜和胶带等工具,将李聪浩骗到教学楼顶,暴力胁迫他交出游戏账号密码,为了防止李聪浩抵抗,两人用塑料薄膜将他包裹了起来,又将他的长发绑在了篮球架上,随即坏江去绑八进行验证,而陈沧海则留在原地守着李聪浩,在确认无误后,两人又用剩余的塑料薄膜裹住李聪浩的脑袋,再缠上厚厚的胶带,活活闷 死了李聪浩,随后扬长而去,事后李聪浩的女友白冰雅竟然找上了他们,原来在李聪浩死后,白冰雅突然想起她的那些游戏装备值不少钱,便想拿去卖了,但没想到登陆上去后,发现里面空空如也,想到之前陈沧海经常和李聪浩一起打游戏,这个聪明的女人一下就想到了什么,一番威逼力诱后果然证实了自己的猜测,于是她威胁陈沧海,要求无无分账,不然就去报警, 而对于陈沧海两人来说,手里本来就有一条人命了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灭口,然后伪装成殉情自杀的样子,致辞真相大白,李聪浩是真的惨,女朋友为了钱,好兄弟妒忌她,还有个土匪员时时刻刻跟踪她,那么最后得最后,本故事改自真实故事,虽然并没有那么变态,但确实是因为游戏装备而引发的血案,也是我国第一起因虚拟物品而爆发的杀人事件。